我是1950年代在嘉義出生 然後到高中才離開嘉義 我在嘉義所看到的景色 幾乎就是陳成波所畫的那個樣子 因為離藏後不太久 院子裡面都還有保留日本時代的大樹 所以那個氛圍是非常的接近 因為我大學時代也是畫油畫 所以很親切的一點就是注意到它有幾個特色 也是大家常談的 不過我個人總是有一個小小的看法 第一個就是它對樹木、樹葉、樹枝的表達 是非常的神奇 很有表情 這個並沒有反應在樹幹上面 那第二呢它對於風景的興趣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覺得那個attention 它就是關注會在於風景 那這是很有趣的一點 它也是全台灣在那個時代畫油畫裡面 畫自己家鄉畫的最多最多的一位 那那種多呢 心理上是一種寫實 也就是說你從台灣的很多 不管是官方或者是專業人士 離開台北以外所拍到的黑白照片 通常都是官府 就是日本人蓋的房子為主 或者一些建設性的工程的結果 但是你看到我們陳正波先生所畫的風景很多 都沒有進入被拍照 可見它的關心程度 第一就是能夠跳過所謂攝影當時的觀點 比較官方一點、比較重視一點 所以它是很休閒、很習長、很親近的概念在裡面 通常比較不被重視的一點 我個人認為是尤其在這個年代 我自己都在嘉義辦了九年的嘉義國際藝術紀錄雲展 特別有感觸的一點就是這個年頭 很值得在全球化的經驗裡面 特別去認真的看法去看的就是 一個小城市如何經由人 少數人去跟國際或者是區域國際的 當代性、現代性結合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 也就是你注意到它受日本交易 可是也在上海兩個學校教書 可是你也注意到它從上海回到台灣 它沒有去駐台北 它沒有去更大的城市 它直接回到很小很小的嘉義市 也就是說有趣的一點 反而跟我們現在不太一樣的一個 尤其是在20年前非常不同的一個觀點 就是大城市是唯一的依賴 所以可見層層坡的思維不覺得必然如此 也就是說你如果自己的身子裡面已經有現代性 有當代性 那就是世界就在你的身上了 不必一定在乎我要去畫大家知名知道的風景 所以你看它畫的風景 可能別的縣市的人外國人根本看不懂 那是什麼 那就是一種繁長的 甚至它常常畫一條海水溝旁邊的兩邊 人家在那邊走來走去的那個風景 也就是很顯示 其實不是所謂美麗的風景在它念頭裡面重要 也就是說在它的透視裡面 不是遠遠的噴水池看不清楚 或者那條水溝好像也不怎麼樣的一個核心 常常是一個中心點 那就是有一些人看起來就是平凡而已 那這個很有意義對我來說 也就是寫實是個人的 寫實不是說大家一起有共識的風景 那這一點一直如果再往下看下去的話 所謂的藝術的當代感其實就是這樣 一直到今天所有的網路的通達 還有串流平台 種種你可以感覺 其實你坐在你的桌子前面就是世界 那這個就是非常有意思的 如果你要把它連在一起的話 你深深可以感覺那個時候的它 覺得嘉義就可以連上世界 也就是不必然在大都會才會通往國際 才叫全球 對 對 對